Hello 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今天的電影系嘉賓 窮飛龍 大家好 我是飛龍 今天跟大家研究一下荷里活的電影 飛龍哥對電影非常有興趣 又有一些獨特的見解 因為他是電影從業員 我們叫做香港港產片的新力軍 今天很想講一下後賀歲片 神奇累合1984 我還沒看 但我很喜歡女主角 被人踩到一民不值 令我差點不想入場看 我還沒看 但你上集有沒有看 有 你覺得怎樣 很喜歡 為什麼你上集 我喜歡到她 我從未見過一個女性強到 她在戰號走出來 她很帥 我看到哭 我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我是不是在生命上 要有一個這樣的女人 又長腳又索 走出來慢動作和我擋在一起 你其實是否很希望有個女性 突然出來保護你 很英勇這樣 那一刻是 那一刻是 如果人民大戰到這麼慘 突然有一個女神 走出來 還要有型是索 搞定所有東西 和你搞定 我覺得簡直是流眼淚 想回香港有個女性 搞到我們這麼流眼淚 那一部電影我都流眼淚 那一幕 鐵達士 鐵達士 有沒有看過《真文化》 有 有 你記不記得鐵達士裡面 有看什麼 那一架飛機那個人離開 他是機師 那時候他給了一隻錶 吳士年 吳士年 看著他在飛機那裡離開 從此沒有回來 但不是爆了 不知道他沒有解釋 但神奇是去合那一幕 那一幕 給了一隻錶 但那一幕是飛機好像爆炸了 他看著爆炸 周恩發覺不是 都是浪漫 我以前看鐵達士的廣告 那一部是小有地 我看到有眼淚 OK 他沒有對白 但有眼淚 即是感覺 對 這部電影那一幕做到這件事 我看了神奇女俠2 而我還沒有看 你又覺得是否這麼差 那些網友說到一萬人不值 今次這集 有可能之前他們踩得太過箭底 我看下去又沒有想像中這麼差 人家說很差 對 通常每次的電影都是這樣 我覺得有幾件事 他們覺得為何會覺得差 第一 很明顯今次的戰鬥場面是削了 有人解釋過 因為上次女主角其實是很便宜 去演這套神奇女俠 你知道多少錢嗎 不知道 幾十萬美金而已 不奇怪 幾十萬美金是很低的 因為那時候 以我所知她是第一次做女主角 對 但就算是《蜘蛛俠》 荷蘭仔 荷蘭仔 也沒有這麼低 好像也有八零二百萬美金 第一集 可能會不會跟她是以色列人士 不清楚 總之我未見過在這些大片 那麼低 我相信羅伯唐尼第一集 《Ironman》也沒有這麼低 羅伯唐尼之前已經做了很多電影 《Ironman》之前 是的 她也有《狂野時速》 這個女主角 那倒是 《狂野時速》之後 之後才演什麼 因為超人對《蝙蝠俠》的時候 她已經出來了 這個神奇女俠 他很早拍了 一開始我已經很喜歡她 不知為什麼 她一出來喊的聲音有回音 聽到人心都很震 很過癮 從來沒聽到女人這麼棒 難怪她是暴力 總之整個模型都很漂亮 因為上次她的形象很配合一戰戰場 你不是去到尺手空拳 一定要有這樣的力量才能對抗機關槍 打馬車 剛才你問我 這次有什麼問題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這次發生了1984年 原則上 這算是一個和平的事情 太平城勢 太平城勢 她這樣的能力和裝束放下去 卡通片就沒有什麼問題 真人的事情就覺得有點奇怪 其實我們看回《復仇者1》的美國隊長 其實也很尷尬 也很尷尬 很多幕都很尷尬 她的衣服越來越低調 慢慢變成時裝 那些軍服 你覺得這部電影不是那麼差嗎 基本上 如果你問她的劇情 其實有些位置我都會看到一頭無水 例如《奸角》 我不知道這樣說會不會 豹妹 她是其中一個 我想說另一個 好像特朗普那個 但我這樣說 有可能會有少少劇頭 那就不要說了 就說她表達得不清楚 其實有可能有些人都很尷尬 總之大家如果不想聽 就不要看這部片 這裡就差不多了 但我想大家其實很想聽 就知道什麼事 是嗎 我想說她的其中一件事 就不太明白 那個奸角 裡面其實是有一個願望石 這個最蠻有說過的 可以實現很多願望 我不太明白那個奸角 她的願望就是自己成為一個願望石 哦 我明白 你明白嗎 我明白 神龍想做神龍 燈神我要做燈神 她要達到無限的願望 可以自己做願望 但很有趣 裡面的理論是什麼 她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她在這個過程裡 其實那個許願者 會有一些東西交換 我不說什麼 總之她有一些東西要交換出來 她在這個交換過程裡 拿到好處 所以她就是這樣之下 去拿別人的願望回來自己用 其實整件事很複雜 搞複雜了 劇情的問題其實是 這一點都很重要 因為你成為奸角的理由 要很充足我們才能說服我 接受到奸角是很討厭的 一定要對付他 有些奸角好像龍珠那些 因為我小時候被人笑 所以我要高10cm 成為奸角 不是說喜劇所以沒什麼所謂 對 因為這也是卡通片 這是正劇 卡通片 不用認真 第一 第二 例如今集也有說過《男主角》出來的 是的 這個真的不要告訴我 我真的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出來 那不要說了 對 我們這一集 你說不要劇透太多 但我想說一下荷里活的電影 現在是有些電影阻礁 現在的電影阻礁很厲害 但是他經常覺得裡面什麼種族的人都要在電影出現 是的 我有時候都覺得很硬硬 我之前看過一套災難片 不記得好像叫做綠洲 即是去年上的 是災難片 尋石撞地球 然後我看到怎樣的左膠法 你永遠在幫助人 例如直升機那些幫助人 帶你去哪裡 全部那些好人 那些警察那些 全部都是黑人 每一個幫助那些叫做keyman的位置 即是你來我來接你 我來救你 走啦走啦 那些全部都是黑人 特地好像 不是說歧視什麼 但是呢 可能你要分散一點 沒有理由每次出來 你看到黑人就是好人 他有這樣的形象可以塑造 是不是那個主角是白人 那個主角是白人 他們現在的氣氛平均 他要這樣的 那男人一直都是白人 那要其他省國都要放黑人 那些西卡士做好事 全部都是黑人 是全部的 包括剛才幫他的兵 在車上 有些人看中他的手帶 然後他的朋友都是黑人 總之你看到黑人 不用怕 所有都是幫你的 他的意識出來就是這樣 我看很多部電影 幾部電影都是這樣 不知道和政治可能有些關係 他現在都說要平權 等於我先幾年看美女與野獸的真人版 大家都知道那是什麼年代 不知道 總之就是黑人從非洲走出來 很明顯美女與野獸一定是歐洲 一定是歐洲 那為什麼會有黑人在後面 這些是很奇怪的 破壞歷史 同一部電影 Frozen那部卡士片也是 也是歐洲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Frozen II 以前那些將軍是黑人 Frozen II有將軍是黑人 其實會不會行不行 有沒有歷史背景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現在什麼都說要平權 Frozen是冰雪奇緣 是不是很冷的 黑人的時候很怕冷 很怕冷的黑人 怕冷得很厲害 比黃種人更怕冷 所以他其實沒有可能出現在這個世界 現在那個年代是不會有 但他們現在都要在卡洞片上 都要滲滲這件事 最近我看網上說 近甚至說 你有Switch 你知道什麼叫撒爾達傳說 我知道 撒爾達其實是個公主 我看網上都說 現在的人要求要拍撒爾達傳說 即是說公主也是黑人 硬來的 硬來的 不是 我的鏡子玩了這麼多年 你跟我說是黑人 不是吧 你會不會看 什麼都可以 之前尖士邦又說 呂黑人又是007 我想說 如果你說那些劇情要合理 黑人 我覺得有一個角色一定是要黑人 哪個 包青天 這樣完全解釋到為什麼是黑人 古天樂也可以 可能曬黑了 古天樂也不夠 可能從此往都要 其實很多人 你說會遷移的 真的有關 但如果是中原的一個包青 其實這個開玩笑 venirただ講历史 因為廣告精一刻 那荷里活的電影你怎麼看呢,很久沒看過電影了 其實我想說,現在疫情的問題,加上現在很流行串流 我經常在想,會不會疫情結束之後 美國電影已經不是全地球領導的地方 那哪裏才是呢? 近來有沒有看新聞? 有,經常看的 不停說我們的偉大國家 中國才是No.1 他破了幾樣的票房紀錄 近來春節,他破了單日一個地方總票房紀錄 他說這是世界性的 哪一套電影? 不是一套電影,那天所有電影加起來的票房最高 他說美國也沒有那麼高 那代表那些人可以出街看電影? 一來,二來有解釋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他們不可以去游泡 全民看電影 唐水滾唐魚 你說是否世界性呢? 老實說,是不是歐洲人,西方人又會看回亞洲人的電影? 我覺得要劇本好得 我覺得那些歐洲人本身的心態就是他崇拜強者 如果你的東西是好得的話 好像當年無間道,他都會買回你的版權 這些就看看世界性的東西 但你剛才說的只是受歡迎他們 那麼多人,十幾億人 我又不覺得是可以稱霸全世界 所以他都說是單一地方最高票房 不是稱霸全世界 最主要是美國人自己開始不肯再進入戲院看電影 為什麼?有網上嗎? 其實之前,我好像也不知道有沒有跟你說過 其實這幾年,電影院都是要靠賣食物去賺錢 他們是靠超級英雄,偶爾令人再進入場 但始終一個問題就是 串流的東西,尤其是你見 例如今年華納電影全部是網上串流和戲院同播 這樣一定會影響票房 這樣之下,很大機會 美國電影未必再是全地球最高票房 不是代表他不受歡迎 而他那件事遷移在網上 明白的 還有可能會不會是外國的地方 很難才去到一個戲院 我們周圍都是,一個地鐵站就有戲院 當然有這個原因 因為其實他們網上售賣都是 比我們更早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始終因為 人很多時候是一個習慣 我經常覺得 我們某個電視台如果突然壞了一個月之後要重開的話 沒問題 因為習慣轉了 是的,所以我也不敢不出片 我很明白這件事 所有東西都習慣 吃飯也好 慣性消費 娛樂也是 慣性收視 所以有些什麼做開就不要斷了 美國有時候 這些動盪時勢 當然會影響到別人的消費習慣 各樣都會 今天多謝飛龍哥和我們研究了那麼多電影的東西 令到我們知道 開了眼界 有時候我自己一個人想的東西 我沒有看那麼多方面的東西 今天很感謝飛龍哥上來做嘉賓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